不過我先請教教授 就說裴洛西這一次來臺灣做什麼 那麼臺灣能怎麼做 教授 我們想眾所周知 裴洛西他是美國眾院議長 那麼他這次來臺灣是作為他整個 印太地區的訪市的行程之一 而且是在7月31號正式 由他辦公室公佈訪城的時候 並沒有把臺灣包含在內 所以我想他來的時候 應該是想要表達他對臺灣的關切 而且老實說現在在美國華盛頓 最具有大家興趣的話題 就是臺灣海峽 也就是中國大陸跟臺灣 只要你說要談這兩個問題 大部分的人都會願意跟你見面 那麼所以我想裴洛西應該知道 臺灣是全世界目前矚目的一個焦點 所以他來這邊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算計 那麼臺灣在於接受一方 第一個我們對於加強美國跟臺灣的關係 基本上都是朝野的共識 那麼再加上以他長期在國會的影響力 那麼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 那麼對於臺灣的關切 那麼我們對於他的來訪 那也沒有這個道理說 不歡迎他來訪 那麼至於說強權之間的競爭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當然會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拿捏 我們自己國安團隊有沒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在海峽兩岸沒有溝通管道的情況之下 這件事情也發展了這麼久 是不是我們都做到該做的事情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拿來檢討的 好那我可不就直接這樣問了 就是教授 所以你剛剛講到裴洛西 這次當然是基於他自己的這個算計和考量 考量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那當然就是要拉臺刺激選情 就接下來即將到來的期中選舉嘛 那麼尤其拜登呢 一開始其實是不贊成他來的 但最後感覺也傾向等於是放手讓他來 是不是也等於想說讓他衝撞一下 看能不能夠刺激一下 拉抬一下選情 那說到底呢 這是不是也就是為了自己或是政黨的利益 有一點點那麼致台灣與險境的味道 因為這一次呢 那當你說哪一次中國大陸不跳腳 那這一次會讓大家覺得格外的緊張 什麼這個中國大陸相關的狠話都放光了 放料鏡了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部分兵凶戰危一觸即發 真有可能嗎 有可能已經到這樣子的一個程度了嗎 對於很多人的估算 我們當然可以綜合性的來參考 但是我們如果要談到動武或兵凶戰危的話 他一定會有預警情報 一定會有跡象 不太可能是在毫無跡象的情況之下 突然的有一個大規模的行動 那麼中國大陸對台灣是有軍事壓力沒有錯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一次美國和中國大陸 針對裴洛西的亞洲之行 尤其是會不會來台灣 基本上是兩個強權之間的較勁 那麼我們希望這些較勁不要製造 讓台海發生危機 尤其是在裴洛西確實要訪台之後 他離開以後 中國大陸會用多少 多長的時間 多大的力度來對台灣施加壓力 也讓美國或者是直接讓台灣人民有感受 這個我們還要持續的觀察 所以簡單來說 教授你覺得不至於 雖然大陸不斷的料狠話 但你覺得不至於會打 而且很多人認為說 在今年中共大陸有20大 所以他也不會輕起戰端 但是擦槍走火 或者是假戲真做 這個也不是沒有人理啊 其實我要講的 就是說如果是真正的 中國大陸要武力犯台 全面戰爭 這個基本上它的機率相當的低 但是在我們研究國際關係 最擔心的叫做Unintended incident 就是說在事前沒有預期 但是突發的意外事件 而使得雙方變成在情報不明確 或溝通不良的情況之下 而不斷的把這個衝突去升高 到最後不可控的勢力也是存在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相信美國和中國大陸方面 應該是多渠道的 有很多很多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很多的溝通 那麼我們一方面要從 這個強權大國的角度 去看他們會怎麼去處理 他們的雙邊關係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要以台灣自己本身的利益來考慮 哪一些是我們要避免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 朝野在這個事情上面 基本上都蠻低調的 那麼主要就是 面對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在情報不明的情況之下 過早的或是偏頗的做出判斷或評論 對台灣都沒有好處 好教授你覺得這個蔡英文總統 這一次感覺起來異常低調 因為在過去來講 有時候這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好用的大內宣 那這次非常非常的低調 那對於會不會跟裴洛西見面 這個部分還是狀況未明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是美國已經特別吩咐過 交代過了嗎 甚至也給中國大陸感覺起來 也有某種程度的交代 換句話說這是美中台三邊 也達成了一種程度的默契 也有默契存在嗎 是這樣子嗎 我想就算是三方有默契 我個人覺得現在不太容易了 可是就是說三方都有接觸 去達成默契 這個我覺得不太容易 那麼我覺得自己保持低調做判斷 這是自己的本分 那麼至於說有沒有跟美國商量 或者是如果還需要美國通知台灣要低調的話 那就是我們自己沒有做好了 那個我反而會覺得蠻沒面子的 所以我們應該自己知道 台灣的最大利益在哪裡 台海安全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目前疫情還有通膨 多重壓力的情況之下 要不要再有一個更大的壓力 我純粹就政治上面去操作考量 我覺得這些都是不應該的事情 國家利益第一 台海安全和平穩定第一 應該是朝野都必須要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 好讓教授最後請教 就是這一次裴洛西訪台給台灣 有帶來所謂的實質利益嗎 或是實質意義 實質的意義啊 要看人怎麼說怎麼定義了 那麼美國有 有這樣的眾院議長來台的話 當然有些部門會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你去問外交部 外交部當然他們會很忙碌 我想但是國防部可能更忙碌 那麼所以我們看國家安全要整體來看 那麼不完全是外交上面的加分 有些時候也很可能是台海會更為緊張 那怎麼樣在這個中間拿到一個均衡點 我覺得國安團隊則無旁貸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實在對不起大家 好 非常謝謝黃介正教授 為我們分析點評 感謝教授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